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来一起有请 1号男嘉宾 有请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你有多高 1米83 83啊 对83 我以为来1米9的呢 1米83还行 那你对这个择偶要求 女孩的身高有要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是硬性要求 我觉得还是感觉吧 不是身高啊 身高1米65 就身高其实是一个因素 那年龄呢会有要求吗 我觉得年龄上下五岁左右 上下五岁 比你大五岁都可以 对 你今年多大了 我28 哦 来看一下你的基本资料啊 1号男嘉宾 宋卓晨 主持人这行人可能会没有现在地势局这么稳定 从性格上来讲 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可能很稳定 很踏实的那种 就是我可能不会去拿我自己的爱好去当一个职业 我觉得就像可能我现在会自己拿自己的爱好 会在平时给朋友帮忙做婚礼 然后会去主持一些朋友的活动 包括一些可能一些相亲会啊 或者这样的一些活动 我觉得这样更能丰富自己 你会经常主持相亲会和婚礼 那你不受刺激啊 还好吧 看见别人幸福 我觉得是一件挺幸福的一件事 竟给人牵牵大桥 或者给人证明幸福了 你这自个儿 所以来选择节目了 说到这个主持和现在的工作有完全的不同 但是也能看到您这个身上是有这种气质在的 而且毕竟是学的这个专业 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呀 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南广学院是在南京吗 在南京 那你还记得你那些曾经学过的专业吗 其实特别不好意思 我觉得好像这么多年 毕业已经六年的时间了 基本上学的专业都还给老师了 还记得以前每天早上起来练声吗 记得 记得广怨的那片核桃林 都你练声时候都对着那核桃林说什么呢 绕口令 你知道因为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我学的不是播音主持 但是我就是好多同学都是学主持人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那个晨练的时候 跑步时候就听见那个播音般的同学 不知道在念什么 八百标兵 是吗 八百标兵 对 不光是这个吧 我就特羡慕说 哎呀 就对着那一串小树苗 喊的是啥感觉 现场试一下 来试一下 我肯定啊 我看看 一般还没有还给孟老师 你就当这是两颗小树苗 别把口水吐在书院上 上眼年纪的树苗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 北边跑 泡兵怕把 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泡 听他说话声音 不是学播音的 就是学声乐的 底气比较低 这个能听出来 还是有底子的 但是你说也会帮朋友 去做一些活动 主持一些婚礼 这个业务还很娴熟吗 还好吧 这没有人去现场结婚 也没感觉 来来来两位 嫂子 您二位是真的两口子 真的 真的 办过婚礼吧当年 办过没有呀 办过办过 隆重吗 热年代不隆重 那时候都这样 不够浪漫吧 咱今天可是请了 专业的主持人 给你们当婚礼司仪 现在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人生就像一辆 急迟而过的列车 它承载着我们所有的人 去往一个叫做 幸福的终点站 天空的幸福 是一片蓝色 森林的幸福 是一片绿色 而阳光的幸福 则是一片璀璨 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将在这里共同见证一种叫做牵手一生的幸福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今天的一对新人王先生 王小姐入场 你俩咋回事啊 王先生乐着不知道咋走了 直接趁着回家了 怎么样 挺好的 他是婚礼主持吗 你说你不仅是主持这个婚礼 还有一些相亲活动 对 是吗 对 这相亲活动 其实没帮自己看看吗 怎么说呢 就像我在选择语录里面说的 其实可能很多 很长时间一直都是属于一种相亲的状态 但是可能没有找到那个 可能真正会去懂我的那个人 你一直是相亲的状态 对 一直是相亲的 包括可能我之前的几个女朋友 都是基本上算相亲认识的 这当中你印象最深的能够讲两个吗 大概09年的时候 然后因为一起到工作单位 然后给我介绍的 比较对演员嘛 然后就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接触相互了解 后来可能是觉得还是性格不合适吧 然后就分手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性格不合适 我的女朋友 我不希望她是那种很奔波或者说很漂泊的一种 我觉得可能我传统思想会比较传统 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顾家持家 我可能不太喜欢那种叫什么 就是女强人 或者说她会在外面独当一面的那种状态 你是觉得她是一个女强人类型的女孩 起码她在往那个方向发展 我喜欢女强人 你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就是老婆有自己的事业 对 两人都有自己事业才好 要不是一个人握在家里 另一个人上班 回来肯定能得打架 连人都有世界多好啊 那自己的圈子呢 谁提出的分手啊 应该是我吧 她同意吗 她从情感上来说她不同意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我会比较 看重怎么说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好 或者可能她的那种对于你的喜欢 是那种我要管你 我要去知道你的一切 什么是她要知道你的一切 是指你的行踪你的交友吗 就是她会翻短信 翻你的手机 对 也是这件事导致的分手 我估计是这男的平时有些举动什么的 让这女孩觉得 可能有什么不放心的地儿了 她才会去 无风不起蜡 我觉得要是说没事就 插手机 那是这女孩问题 我这些东西都是双方的问题 肯定不会说单方面就问题的 她是当着你的面看吗 不在手机边上的时候她翻的 然后翻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她在翻我的短信的时候 我咳嗽了一句 然后我问了她一句 我说你在干什么 然后她说我在玩游戏 可能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对话 就是自己心里的那种感觉 就瞬间的就是有一种挺凉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说哪怕你告诉我 就是说我在看你的手机 我在看你的短信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可以 两个人可以商量 我觉得应该没有 不应该两个人有欺骗 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种女孩表达喜欢 或者关注的一种状态 可能在那种时候 我可能不会能去接受这种 对于我的喜欢 是这样 所以当时你挺生气的 对 这是导火索 对 但是有时候这个手机这个东西 真的还挺敏感的 以前就有这样一个电影 不是叫手机 由于手机还爆发了很多感情危机 但是在恋爱当中 包括婚姻当中 这女方看男方的手机 或者男方看女方的手机 真的那么避讳吗 但是如果我有老公的话 我会把他QQ号和密码 我都会看到 反正我会 我感觉应该手机的后左右的 反正人家都会看到 我正不会 因为我比较尊重两个人的私人空间 我觉得这手机的事 就是一方面呢 我们就觉得自己被别人怀疑了 这是一种心思 你看我手机 你一定对我有不信任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一定会告诉你 那么你有什么不相信的 我非常坦诚地面对你 所以就会觉得 自己很不舒服 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呢 现在又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包括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那个手机那个片子 那大家就想 我要不查他 别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那自己就会很傻 这就是一种 整个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就是我想想着你 对方呢 就是我认为 我没有什么隐私可以隐瞒的 那你不必这样查我 我们两个方面 各自站在各自脚 但是你现在已经理解了 他查手机是一种爱的表达 你能悟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后边可能就好说了 但是跟你接触的女士 不管是今天场上牵手也好 还是说以后 在你身边的那位女士也好 您的手机最好还是别查 来帮我推一下 一号女孩的话筒 一号你好 你好 你会在恋爱中想查一下 男方男孩的手机吗 看看他短信和来电 因为首先的话 女孩子一般情况下 都会有这个通病 就喜欢去看对方的 那个短信呀 或者手机这方面的 因为女孩子好奇心比较强 然后但是的话 也是需要那个对方 然后就是提前就批准 其实真的从我的专业里面来讲 其实我们有时候 会正好做一些研究 因为在大学里面比较方便 去做问卷调查 会显示这样的状态 现在女孩子去看男孩子的手机 有两种表现都非常强的 一个正向的理解 它真的是一种关注和好奇导致 它就是因为特别关注你 特别珍视你 所以它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个渠道 去获得这样一个体验 这是正向的非常高 表达的非常高 还有一个负向的 实际是你解释的那种情况 就是一种不太信任 不太信任我要去查一下东西 所以千万别理解成一个 我们真的我们就在底下 做问卷调查 现在对大学生 我们每年能做上千人左右的调查 你会发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后千万不要因为看手机 就把它完全当做不信任 可能就会舒服一点 但是我认为他的状态 他是很容易被女孩子查手机的 因为他这个形象在这摆着呢 比如施钢老师 他可能不容易被人查手机 你长了一张被人查手机的脸 你怪谁呀 但是我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和年龄是有关系的 我记得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我是真的爱查 就查个底朝天 不光查什么 当时还没有手机 逼逼机 然后家里边脚脚漏落 就是人家比如不在家 我去了 阿姨在说你等会吧 一会他就回来了 我这台卧室一开始翻 柜子脚有什么东西 信谁写给他的 照片翻翻 有没有和女孩的 真的会这样 也因为这个老吵架 但慢慢慢慢的 随着年纪长大 到我现在 我是绝对不会看别人手机的 无论 就是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跟你慢慢长大有关系 对我说嘛 就是这个查手机 从里面再去解释 其实是个体的安全感导致的 这真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其实表面上看 跟你长得帅 有一定的关系 实际上不是 他长得不帅 要是他是我老 就是我肯定不会查那段系 我很放心 就是如果在你身边那个女孩 她自己本身的安全感很强 她很稳定的话 她懒得有时间看你的手机 只有待在你身边那个女孩 她本身安全感不够 她需要用这种东西 来获得强大的安全感的时候 她才会擦别人的手机 所以我觉得施钢老师 分析特别准确 就当真的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不关是男孩还是女孩 因为有些男孩翻女孩手机 也有 有 爱吃醋的小心眼 这看你最近和谁聊 都有 当一旦出现自己的对方 发生这样的问题 其实应该冷静想一想 他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要盲目的 因为这不相信我 不信任我 没法处了 咱就吹了吧 有可能错过了一段好的情感 对吧 对 所以现在如果真要查你手机 你怎么办呀 我就当没看见 哎呀 这实在是怪 这个谈过两段恋爱 就没有这种说 已经谈婚论嫁的对象吗 第三个女朋友 也是家里的亲戚友哥哥 嫂子同事嘛 然后给我介绍的 然后也是会去考虑到结婚的这个状态 然后去想过要去结婚 要去成立家庭 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反正也是种种原因吧 然后最后没有达成 什么原因呢 最重要的原因 她家庭是重庆的 她不是北京的 然后她一个人在北京 然后她是做空姐职业的 空姐 空姐 然后她的那种 可能我现在理解她的那种不安全感 和不安定感 然后会在北京 会无限的放大 而可能我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公务员吧 可能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说 可能达不到她的要求 她的要求很高吗 起码在北京 有房有车 然后还要有稳定的存款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既然改造谈文的论案 那必然会把这些东西 摆在台面上说 那人家把姑娘架给你了 你势必要提供这些物质上的保证 人家养个闺女养那么长时间 也不可能说让闺女 风时露宿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要求 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 可以两个人 南方先付个首付 俩一块还贷款 和爸爸妈妈商量过这事吗 在这件事上 其实我挺感谢我爸妈的 就是他们会很支持我 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 给我去交了一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去也算买下这个房子 但是当谈到说结婚的事的时候 可能对方的要求是 房子的钱你要还清 就不能有贷款 对 不能有贷款 就是每个人的幸福感可能不一样 可能她的妈妈 希望她能够过得幸福 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很多爱情都是被这种 无理的父母给扼杀的 你很会替别人着想 很容易去理解别人 但是以这样的理由 或者是这样的结果分手 你会觉得很受挫吗 不能说受挫吧 可能就是如果让我现在选的话 我还会选择爱情 我不会去埋怨对方 我怎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找到 那个合适自己的那个人 这个一号 这个小伙子给人印象很不错 语言表达非常清晰 跟人能比较好的沟通 这个我是觉得去衡量一个男孩子 将来你跟他过一辈子 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能够幸福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现在我在大量的临床当中 看到的婚姻不幸福 你到最后去看 都有一个共性问题 没办法很好沟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施老师能给你打95分 谢谢老师 一号女孩 你好 你对一号先生整体印象 是您愿意接触那种类型吗 整体印象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演员 就是我第一眼看到 就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 哇 好直白哦 那究竟一号女孩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你们同场之后 她的态度是不是会发生改变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转机 来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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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请坐吧 你小偶特老师 那他坐这儿我就坐这儿了 实在上来都不看看一下呀 不敢看 不敢看 你都说不喜欢他了 还怕看他两眼 看 实际上看 对啊 看 看不一碗鞋 看又不要我钱 但是我怎么总觉得你上来这个状态 不像是不喜欢他的样子呀 我说不是我择偶喜欢的那种条件 你择偶喜欢的是什么条件呀 喜欢首先有上进心的 你提这个问题是因为觉得 他转行了 喜欢本定的工作 你就担心他没有上进心吗 这这照片是谁呀 他呀 喝 喝喝 因为我觉得因为他是86年的对吧 对 就86年这种青春年还应该出去闯一闯 你觉得这个一号男孩身上缺少一些这种闯的这种东西吗 呃 有点缺少 太过于老实了 太本分手机了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他是不是喜欢我这样的 先生你有这种淘气或者是小浪漫的时候吗 我刚才说了 我第三个女朋友是空姐 然后就是她周六周天两天都可能要去飞航班 但是正好是一个 因为他们是飞到然后就飞回 然后两天正好飞的是同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买了 没有跟她说的情况下 买了两天的机票 一天去一天回 然后会去跟她去做同样一般航班 看到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高兴 没过来偷偷拉下你的手 会 你觉得这算是浪漫吗 不太算 这还不算啊 要换成我这种年龄的中年妇女感动死了 买了一大堆蜡烛 在草坪上摆出一个心形 弄了一大堆花在那去喊 我爱你 这也是一种 这个算浪漫吗 这个 算吧 原来你是走俗套的 对 对 人家是给惊喜的 为了让你们更多的交流 我们也设置了这样一个话题 你们从中选择一个最关心的问题 然后相互提问并回答 看一下啊 那第四个吧 爱情与物质基础哪一个更重要 就是刚才我就说嘛 就是如果要在爱情和面包之间 如果要选的话 我更愿意再去选择爱情 但是你要没有物质基础谈和爱情呢 就要看 我觉得应该是要看物质基础 怎么去 怎么去界定 你的意思就是在物质基础 就是 比较均衡的情况下 会选择爱情对吧 对 明白 您拿出这个问题来问这个先生的时候 其实心里应该有答案 您也会同时问自己 对不对 对 那我的答案就是 也是在物质基础 就是比较均衡的情况下 我还会选择爱情 如果物质基础不均衡呢 那比如说就是我现在跟你谈恋爱 你现在就是 连一个稳定的居住的地方都不能给我的话 那谈什么爱情 拿什么谈爱情 哎呀 这话问多汗都下来呢 男的一下腿了 我听着我直接昏了 不能看爱情吗 没有房子就不能看爱情吗 那以后结了婚住哪 慢慢奋斗嘛 实在没有就一直租嘛 那不可能是租一辈子 对 其实我能力点 因为我刚才看那个 陈琳琳是外籍人是吧 对 所以对这种家的渴望和稳定居住的渴望 是特别的强烈的 我觉得不仅是我一个人吧 我觉得所有女性人都渴望有一个家 你不可能跟着你四处漂泊 四处流量吧 有钱谁想那样的 是不是大实话吧 其实现在在谈感情的时候 大家去考虑相当的物质条件 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 很客观 很坦诚的一种态度 我真的会这么认为 因为的的确确 这个社会进步到这个时候的 我们对这个生活 有一个美好的向往 这个无可厚非 我觉得 他们两个答案 其实我也挺认同 只是我不太闹准 他们那个相对均衡 是什么标准 我不太清楚 当然我们人可能更愿意 从爱情 本来大家对爱情 都是崇尚美好 崇尚浪漫的东西 可能单纯从爱情 这个性质角度 大家都希望 我们有一点能够 把这个东西放到最前头 但是在面对这个 这个婚嫁 情感的时候 我觉得相对理智一点 是我一直支持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我们在选择 就是另一半的时候 把自己的要求 说的尽量清楚一点 其实可以避免以后很多麻烦 就每个人的走友观 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我总是建议 或者是我特别希望 就是无论我们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很多的经济基础 其实两个人只要相爱 哪怕白手起家 一起奋斗 那个过程也许会非常辛苦 有人可能会因为这种辛苦 而分开了 有人会因为特别珍惜这种辛苦 而牢牢地走在了一起 我总觉得特别遗憾 因为你知道你们两个外表 看起来有多么的登顿啊 是吗 所以有时候 帅哥和美女在一起 未必就有美丽的爱情童话 但是我相信 只要是善良的帅哥和善良的美女 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爱情 接下来 您去休息一下 听听咱们姑娘的讲述 好吗 谢谢您 谢谢 这叫坏坏的感觉 对 这叫坏坏的感觉吗 对 小宋 他后悔了 你再点一下 刚才那下真算是坏坏的吗 挺调皮的 是你喜欢那种调皮吗 对 还有机会 你很久点啊 谢谢啊 可能自己表达的有些东西 可能说出来 可能和想表达的意思 不是特别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或误解 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嘛 就像我说的那样就是 如果对的那个人 可能会真的懂我 会理解我 因为我真的特别相信演员 你相信一见钟情 对 我相信一见钟情 你有过一见钟情的爱情 有过 是你说的刚才那段 异地恋六年的感情吗 对 是在校园里放到他的吗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初恋 对 第一眼看到他是什么感觉 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 就是这个人了 没错 就是感觉 就是首先外表 就是 是我喜欢的类型的 就是特别阳光 阳光里面带了一点点 就是调皮坏坏的感觉 这段感情很稳定 在大学里面还行 但是在毕业了之后 就不是特别稳定 大学里没有什么风波 有风波 也有风波 对 在学校里会有什么样的风波呢 就这个男孩 首先上就是本质上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后来就因为一些 个人方面的原因 然后就喜欢赌博 大学生就喜欢赌博了 对 你真的需要 我不需要 我确定我不需要 你真的是含着眼泪在说 相信那一段情感 是啊 六年了 他赌博这件事情 影响很大吗 可能现在来说 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学校那会儿的事情 因为毕竟都是学生嘛 也没有很多的经济来源 那这赌博的钱从哪里来呀 之前是他自己用他的学费 他把自己的学费拿出去赌了 那学费怎么办 他学费的话 他好像是申请了一个 助学贷款吧 应该是他 那这学费够他去赌博吗 不够 不够之后怎么办 会跟亲戚啊 同学啊 会跟你见吗 就是有一次他同学 他借了同学的钱 然后我同学问他要钱 然后 因为他当时也没有钱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 就是孝顺的孩子 他也不想就是让那个父母担心 然后所以我就 只要把我自己的学费 拿出来给他 那你的学费没了 怎么办呢 就马上面临毕业了 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办法 就是让我拿到了毕业证 因为他告诉我的是 他把学费 所有的学费都已经给我换上了 等到毕业以后 就是参加工作以后 突然有一天就接到了 就是学校的电话 就说还欠学费 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就是说那个 没有帮我换 然后我就是说 会尽快帮我换上的 但是学校那边就已经下通知了 所以没有办法 就只好自己换上 在当时即便他一直赌博 一再地花掉学费 甚至可能还对你有所欺骗 在当时你都没有想过放弃 没有 因为我所想看到的就是 他能够从这个 赌博的这个深渊里走出来 但是呢 我给了他两年的时间 就是在他身上 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 所以就选择分手 他还有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更加的伤身 或者是更觉得这段感情 确实要面临取舍 就是有一次 因为他也是经常在外面就玩牌 然后认识了挺多的就是牌友 然后当时是他认识一个就是朋友 然后是做那个古董生意的 他还认识另外一个牌友 就是他说是他们家 就有一张邮票 然后我前男朋友 他也是就是做到一个 这个牵线的作用 然后让那个古董的那个 他也有看的 看完以后就是说 这个邮票 说价值大概在一百多万 但等到后来的时候 这个卖古董的 他可能是不想出那么高的价钱 然后去收买他那张邮票 然后他就选择就是 没人在家的时候 把人家门给人家撬开 把那张邮票偷走了 就被偷邮票的那两个人 觉得是我 我们跟 就我们前男朋友 跟他是传统好的 他对你们两个做了什么吗 就因为他怀疑我们 跟他们是一伙的嘛 然后他就 不让我们回学校 让我们在他们家待着 天天看着我们 不让出门 对 他们威胁过你们吗 就是因为当时的话 就是我们也想回学校嘛 然后他就拿着那个菜刀 拿着菜刀啊 然后就是 不让你回去 这是你爸妈妈知道吗 你后悔和这个人在一起吗 不后悔 因为毕竟曾经相爱过 来帮我推下一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其实刚现在的这个 妮妮和刚才那个俏皮的 有点犀利的女孩 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是听过 她的这些经历吧 觉得应该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从能感觉出来 她应该是挺善良的 一个女孩 她的眼泪 从提到这个 这段感情到现在 就没有停过 不是 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 我长这么大 真的就是 可以拍得胸脯的 就是说 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但我觉得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父母 妈妈今天来了是吗 这个是母亲啊 你好 大姐也晃一种 您听说过 女儿这段事吗 没有 第一次听说 对 第一次听说 你熟悉她那段爱情吗 不太了解 因为他们在大学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 他们说了什么爱情 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 哎呀 糊涂涂在一起的 其实我女儿 她心里特别善良 对任何人倒是挺好的 心里也太善良了 敏妮 这个事妈妈是第一次知道 包括学费给她去赌了 包括受到那么大的威胁和惊吓 为什么说特别对不起爸爸妈妈 因为我觉得父母挣钱也不容易 然后我却为了一个 关键是这个男的 就是确实做的 不是说在做一些应该做的 然后我都去赌了 我老是在家里一定不小心 我立刻在这种 看 吃得比不重 吃得比不重 我会记得 好 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一个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曾经有失误 再一个也是这一段情感给他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 咱们就把它翻篇让它过去 对 好不好 重新开始 好 那咱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嗯 您说说女儿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 您心目中未来女婿是什么样 心底善良 有正义感 有道德观 价值观 那个能传递正能量的 对那个工作有上进心的 您觉得一号 那个小伙子 我觉得一号在那个 个子呀年龄呀 都是性格呀 我觉得和我闺女挺匹配的 嗯 所以我就想 我们有过生活阅历的人 就会认为一号先生绝对是最佳人选 嗯 来帮我连一下二号先生的话筒 二号先生 嗨 嗨 嗨 那个你觉得一号你是整体印象呢 呃 不错 我就想安稳安稳他一下 第一句是那个 上帝是公平的 可能你之前遇到的事不太好 但是没准你之后都会比较顺利的 然后第二句话就是 别怕你身后有阴影 那是因为你前面有阳光 哎呀 祝福 好 谢谢 这个阿姨 这算是阳光上进的男孩吗 算吧 有正能量不 有 哎呀 您期待见一下这个阳光上进的男孩吗 非常期待 有请二号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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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好你好 哎老师 刚才您那番话说 让人觉得特别上进 特别有这个正能量 你觉得自己是这样一个男孩吗 是特别阳光 然后就给人充满力量的感觉 哎呀 评价自己充满力量的 来看一下你的简单资料 二号男嘉宾柳全 24岁 融资项目总监 选择语录 一个人一生会有很多种爱 但真正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 哎呦 24岁啊你 好年轻 北京人 对 学业是融资项目总监 对 融资项目总监 好大一个title 就明天印的就是这个 嗯 是具体做什么的呢 主要就是做一些房地产项目融资 就是融资贷款金融行业的 房地产贷款融资 对 是一大套房子 是一套房子 还是一座房子 很多情况 有的是开发商 拿了土地证什么以后 找我们借钱去盖后期 嗯 就是你融资通常是 比如说像我买房子 贷个一百万 对 找你们是贷多少钱的 没有下限 上限你做过最大的单子呢 去年放了一笔八千五百万 哪是银行工作的哈 对 那你们应该有相同的地方对吗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的 但是我们做的是那种 就是基金的 一样吗 不太一样 基金主要还是摆这一个项目 包装成产品 然后去募集 嗯 主要还偏理财那块吧 做什么 我具体内容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总监这个态度挺大的吧 在你们这个行里边 行业里边 对 嗯 年轻有为啊 谢谢 比年龄上差一岁 你介意吗 比最小一岁 介意 你还在什么都介意呢 你介意找比你大的吗 不介意没事 你看 真的你们俩特别不一样 人家是个儿比我高比我爱 都不介意 收入上会介意吗 会有要求吗 比如说对方的收拾多少 我这边吗 嗯 收入方面 至少得一万吧 一万以上吧 远超这个 远超 对 有多远啊 肯定能达到他的要求 不是你远超一听我就有多远 挺远的 我都距离挺近的 施老师 你连这一万的月薪 距离有多远 我往下远 你一说远 我们就无限的联想 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因为毕竟24岁会远到哪里 八九万块钱吗 月薪吗 月薪八九万 哎呀 真是年轻有违哈 这一份月收入 你觉得什么印象呢 年轻有违吗 年轻有违 那先生你会对女方的职业 有要求吗 有正经工作啊 然后招就完 我别老了 一个礼拜七天加六天半班 就行可以了 我没什么要求 挺适合 我就是他的那种 我觉得人家比我厉害 你是个少年这样的男孩 能驾驭着我的是吗 他不介意姐弟恋呢 他不介意我就不愿意 那你对这个一号年轻的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哭了 我就得安慰一下 有点小心疼哈 你是就是会舍不得女孩哭的那种男士吗 对 心比较软 那女孩一般哭了 你就什么都答应吗 也不是 合理要求的答应吗 反正尽量蛮不坏 他要是说特别无理的要求 那就算了 你还是有原则的 你对这个比你小一岁的 刚上场这位男孩 印象怎么样 就是他心理年龄 远远超于他实际年龄 就心理还是蛮成熟的 但是他属于那种 有点坏的吗 比第一个强吧 比第一个坏点 对 第一个强 我意思就坏的程度 你看他像那种坏坏的男生吗 不像太花的吧 我不喜欢坏坏的 其实你是有很详细的择有的要求的 包括外表 但其实很多情况下 爱情是没有那么多标准 来了就来了 比一号要好一些 各有点矮 其实我挺讨厌爱各自的男生 不是讨厌 就是觉得男生如果矮的话 带出去会没面子 我们一起做一个互动游戏 来两位请起立 游戏规则 两人加着气球 下两个台阶再回到原地 把气球加破 来 开始 走 慢点 慢点 好 没掉 没掉 一次 他其实不是挺矮 他肯定在1米72以上了 那只是比一号还是好 对 因为一号太高了 显得快 太 慢点 慢点 别切慢 很好 现在特效很好 不是你就使点劲就行了 对 放进一下 对使劲就行了 没事 放心 还要下去 小心台阶 要下点 不是冷静 冷静点 还要下台阶 不是这么长 对 你别动啊 你使劲啊 我先下 实际 那怎么着 等会 请慢 咱俩 你下左胶 我先右脚啊 这俩已经分不清左右了 拉手 来来来 拉下手 走你 行 走走走 这拉手是比不拉方便 温暖啊 这是便宜的 就是之前没找个方法 现在找个方法 先拉手 其实挺健的 然后家暴 必须我们俩家暴啊 对 3 2 1 3 2 3 2 不是 不是 你们行不行 不是 这真特别不好弄 特别好弄啊 我们试过很多 真特别不好弄 我们做过 这个游戏 叫你们俩 站成别扭 来 你看 你看 这使不上劲 谁呀 太坏了 怎么弄破了 我不知道 怎么弄破了 你滑的 没有没有没有 谁挤破的 我 你刚才在这个游戏过程中 你感受到了什么 团结 哦 团结的力量 你感受到难受了吗 没有 整个就一被摔 你还没感觉 他就玩命拽你的胳膊 哪有那么玩的 哎 这个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 刘全你什么感受 俩人可能同学协力 总比一个人强 嗯 我能说下我的感受吗 嗯 你别介意我说的内容啊 嗯 我觉得整个过程 像唐僧一样 从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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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尾 女孩一句话都没说 我想 赶紧把气球弄破 嗯 是吧 来 两位老师看到了什么 发现你 你好 你要背要往前顶才行 你好 你整个光街往前去 但是中间就空了吗 一开始顶不掉 就是因为你那个劲儿 对 刚才我说的就是 你应该说一下让她放手 就说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 妮妮她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一个女孩子 就什么东西容易放到心里面 哎 哎 我倒是觉得妮妮刚才在这个游戏过程中 和之前的表现不太一样 变得很温和很配合 好像那个浑身的那个小龙角 收回觉得很多 对 嗯 嗯 我就是很男的刚才说话 觉得她挺喜欢这个女的的 那像一号男士和二号男士 这样的男孩 她们这种不同的类型 你更欣赏哪一个 二号吧 嗯 阿姨 您觉得这二号这个柳全怎么样 挺好的 和一号比起来呢 都挺好的 那就看我闺女一切谁缘吧 但如果要得罪一个人 我好像其实都是挺 挺招的 我妈呀 我就 岁度大一点 我都喜欢 这我两个都考虑 哈哈哈哈 两个都考虑 好吧 非常感谢你啊 来休息一下 嗯 这边 二号男嘉宾就是挺阳光的 性格挺活泼 开朗这种的大男孩 哎不是大男孩 小男孩 但是她岁数不用小 然后我不太愿意接受 就是姐弟练这种的 现在有七有团啊 嗯 就是这个第一排 这个特漂亮的女孩 是吗 对对对 她单身吗 单身 哈哈哈哈 你咋这么有意啊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没有 你跟她认识多久了呀 发小 哦 没想那部消化 那部消化 嗯 不行 因为她是处女座 我 春作不是特 就是要求很多吗 嗯 她比较有洁癖 然后就是 事多 事多呀 那和一号比起来 你觉得 但是我觉得 她比一号要优秀 哈哈哈 因为那个柳全从小就比较爱学习 然后也比较稳重 然后那个 那个可能是北京孩子 然后就是有点贫 然后缺点除了处女座没什么的 哈哈哈 这缺点改不了 星座改不了 那你会介意 会介意 真会介意 我肯定未搞男闺女 这是啥 这到底是蓝颜知己还是什么 男女之间根本就没有人去的有意 你家的关系那么好那么轻 肯定是喜欢对方 搞暧昧呢 她说的一点很重要 说你特爱学习 可能大家看我现在这比较活泼 其实我小时候 可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人 小时候 就是那种老师和家长眼中的三好学生 可能跟现在性格有很大反差吧 你觉得有反差 对 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现在可能 嗯 接触社会以后 包括 之前出国留学那段经历 让我改练了一些吧 嗯 你多大时候出国留学的 我是19岁 就是高中 高考完以后 然后学完雅思这些准备之后 就出国了 你去到哪里 去到大利亚悉尼 哦 在悉尼读大学吗 对 在悉尼读大学 哪一所大学啊 新南威尔市 牛嫂 对 我是悉尼诱的 嗯 那在这段就是大学读书这段期间 你的体会是什么 把你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可能身边没有父母 没有朋友 但你也必须首先学会的就是生存 可能我那会觉得 就可能我现在这么说 大家没有感觉 但是我那会出国的时候 感觉就是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生存 然后就是学习 因为我出去以后 就想要赶紧毕业回来 因为我看到很多 尤其是后来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孩子去留学 可能都是父母希望他踏实学习 给他准备好费用 让他安安心心的读书 就是有打工勤工俭学也有 但是会有一部分人 就是在踏实的学习读书 你是属于前者要勤工俭学吗 我就是那种出国以后 觉得在张嘴跟家里要钱 是很不爷们的事 我觉得他的这种想法 其实挺好的 就是不再额外的给家里去增加负担 你自己能承担吗这么多 开始肯定会有家里的帮助 这也不可否认 但是后来慢慢的可能找机会 就是寻找赚钱的途径 我觉得没有穷人 只有懒人 只有没有想法的人 你要有想法我觉得会成功 你找到途径赚钱了吗 在国外 开始时候可能就是干一些体力活 比如刷盘子刷车 那可能从后边就是觉得 我不能一直干整体力活 慢慢的发展为通过智慧赚钱 那可能就慢慢开始接触这个 融资啊这块 从小的开始做起 当时只有19岁20岁 20出头吧 太喊严了 我这读书 这全靠家里支柱 有算过说这些年在国外读书 父母帮你出多少钱 自己又赚了多少钱吗 到最后回国的时候 基本上持平有富裕吧 你的意思是说 父母给了你多少钱 你又原封不动带回来这么多钱吗 对 还有富裕 哇 这挺厉害的 我觉得他比较能闯 我有点像 我也是在欧洲闯回来的 虽然说我没有那么能干说 我带出去70万我都花完了 他是带出去70万上完学 又带回来70万 我就比较佩服 我这一直没有问明白 你这通过什么途径赚钱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就好像除了那个刷盘洗碗 找不着挣钱的事 有的他们愿意投资开餐馆的 或者说开一些别的咖啡厅什么的 然后我可能觉得这个地区啊 或者说消费水平可以 我就跟他一块干 占点股份 然后平时客户多的时候参与一下管理 也不是管理就是去看看经营状况怎么样 我还不像他爸是一下给他70万 我爸一下子才给我一个学期的钱 我根本没有那能力投资 没有那金钱可以投资 你住在哪里啊 换了好多地儿 就是像刘君是那样四处搬来搬去 有时候以车为家 以车为家啊 有时候可能刚从假期回到那边的时候 房子找不着 这您肯定也吃了 然后可能在车里都对付了 爸爸妈妈知道你在那儿 那么辛苦吗 做过苦力 然后脚心脑汁的赚钱 还在车里睡觉知道吗 不知道 从来没跟他们说过 报喜不报忧 嗯 你觉得这三年让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坚强自立 这个真的和我看到了很多在悉尼的孩子不太一样 很多像你这样十八九岁出国的 就真的是玩 然后学习糊弄过去就好 当然也有很有出息的 嗯 你觉得是因为父母对你的就是一些要求 让你这样去做的吗 也不是 我觉得家庭因素 因为父母毕竟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嘛 可能他们从来就教育我啊 就是不要浪费 要学会自己自力更生 可能家长自己性格也是这样吧 你读的是金融专业吗 嗯 辅修经济学学的主要专业是国际贸易 嗯 嗯 当初就想着出国一定要回来吗 一定要回来 回来之后怎么就做着这个 融资项目总监这么高一个抬头 这个 因为在那边的时候开始就接触融资这块 回来以后就想着 呃 还是做这块比较好 可能 对机会身边的人一些资源什么的 然后 有做的不错的 可能先跟着那学习 我觉得你和他挺配的 跟他 嗯 帅男靓女 你多高来着 我不喜欢这种 你有硬性 就他的性格可能是我喜欢的 小伙子哥们 这种感觉就是 你的事情你来做 你成为什么人不是家长的事 是自己的事 你看刚才他谈到的那个报喜不报忧 我自己 甭管是刷盘子也好 甭管做什么工作也好 我在寻找我的机会 我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发展的 经济的负担 删给家里 我觉得这一点啊 值得太多人学习 嗯 我对柳全的感觉 上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上半场的时候给我感觉呢 真的不是那种特别靠谱的感觉 嗯 真的 说话比较直算啊 但是下半场的感觉 一下子一个大的一个牛子 就柳全身上有这个 北京长大孩子的优点 就北京由于在这个首善之躯吧 他整个身上透露着这种厚重的东西 就是人比较自信 比较闯 要独立 这种东西他有 他却很好的 因为出国这段经济 规避了很多北京孩子的律师 嗯 两位老师对柳全的评价都很高哈 谢谢 嗯 刚才也提到领先从事这份工作 清权是个高收入的职业 那但不是特别稳定是吗 其实这个职业 跟别的职业差不多 就是切记一个字 别贪 俩字 嗯 一个词 切记一个字嘛 记贪嘛 24岁 24岁 所以怎么就召集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有很多条件好的 但是可能跟我 就可能太熟了吧 做朋友会更合适 嗯 嗯 谈过恋爱吧 谈过 嗯 讲讲初恋吧 就是那个出国前许雅思的时候 嗯 然后那女生就比较 比较温柔的那种 然后个儿也挺高的 然后 多长啊 那也一米七吧 跟一号差不多吧 身材挺差不多 嗯 后来就一会儿许雅思 然后定了准备一会儿出国嘛 嗯 然后 快出国了 快出国之前 他就 有一次是他那个前男友也出国 完了去爱尔兰 嗯 然后给他打电话 就跟他聊了一下 他可能就 就小路乱撞了 然后就跟人 跟人就是 就可能觉得 就跟我说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要跟他 你别跟我 我说两个选一个 他也不是说想跟那男子怎么着 反正就是 跟我说 不能断了联系 我说那去拜拜 就是偶尔有联系 就是还讨论这种联系的话 完全可以啊 你的第一段恋爱就是这么结束的 就是这么结束的 他跟我还是一块儿出德国 还一起出国了 还一起出国了 还是一个学校了 那还会再见面吗 见着过 见着过很尴尬吗 不尴尬 一句话没说过 因为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就见面不再说话了 不再说话了 其实变成末路人了 末路 你会和以前分手的女孩 绝不做朋友 前任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你会从这段感情里面 会学过很多东西 你会感谢他们 而且我的状态是 我希望都能过得挺好的 两段恋爱 听起来 你描述的比较轻了淡写 但会不会也有很多伤害和遗憾 有伤害吧 第一段感情 毕竟是第一次付出那么多 感觉就是 最凉不过人心嘛 这是我当时的感受 但是后来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想想 其实那段时间只是帮助你成长 可能我们每段恋爱结束以后 并不是说怀念当时这个人和这段感情 可能怀念的是那个付出的自己 来 帮我推下二号女孩的话筒 你好 二号 你对柳全印象怎么样 还行 特别是他穿的那个粉色的T恤 我很喜欢 这是T恤吗 是衬衫 衬衫 好的 就这一个印象 你是在哪里读书的 我是在和他一样澳大利亚 你也在澳大利亚 对 在哪个城市 我刚开始在昆士兰的汤斯维尔 一个小渔村 根本就没有中国人 都是老外 就几个房 就只是很偏远的几所房子 然后我们的学校也很小 所以我在那里 比在墨尔本或者是大城市的同学 遇到的困难要多 但是说他出去花了七十万 又拿回来七十万 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因为我是出去花了七十万 我又拿到了当地的永久居民 但是我都是花光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现在知道自己应该理财 应该开始攒钱啊 买房子啊 现在才知道 我当然觉得你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一个是出国 在一个 在同样的国家 然后呢 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用 当然有的有少分的女孩子辛苦一点 那她也需要家人资助 你可能做的更好一点 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二号你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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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好像还是一点 可能没看上 你的资料上面显示28岁 对 但你没有谈过恋爱 嗯 很多人都是你这种表情 我第一个人 你看她的表情 她没表情 第一个人这种表情的时候 我特别气愤 我跟别人说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25岁的时候 我说没谈过恋爱 那个女生就躲在我面前说 啊你赶快谈吧 看你这种人谁相信呢 你肯定在装呢 你是山西人 山西哪里人啊 山西林芬呢 你也是山西来吗 然后也去了澳大利亚 咱仨都去过澳大利亚 你也去过啊 嗯 我也在西尼 你在西尼 我在墨尔本 我看你这个职业介绍 是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顾问 我是电子工程专业 我做了三年的电子工程师 没有这个经验的话 你不能移民 所以我才上了这个工作 移民了吗 你移民了 通过某种方式 然后出去的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拿到绿卡 挺棒的其实她 真的 我这个绿卡 对我来说不是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这样让我 选择对象的话很麻烦 你要决定在澳洲生活 又在中国找 嗯 你建议她这样吗 刘全 我建议你还是回澳洲找吧 嗯 很多人都说我回澳洲找吧 但是 我那时候 我想法也是澳洲人比较少 那边人比较懒散 大家都在玩 像我这么大的 大家都觉得还是年轻的 都在玩 所以大家都不考虑 但是我就想我回来找吧 说不定 有一个人是奔着我而来的 他喜欢我 那我就可以结婚 这样这个刘全也聊了一会儿了 你再明确一下你的择偶标准 然后就去休息一下好吗 那我就一点说吧 首先地狱 嗯 在北京 嗯 然后 生活在北京的女孩 对 然后从外形来说 就是能看得过去就行 什么标准就是能看得过去 别太黑别太胖别太矮 你这闺蜜这样行吗 你什么意思呀 你很讨厌女闺蜜 我自己有女的闺蜜 我不讨厌 但是我很讨厌男的有女闺蜜 女的有男的闺蜜 为什么 因为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 我们俩发小 发小也不行 不是你先告诉你 你理解发小的意思吗 从小开始吧 不是从小开始 就是一块长大了 那你们之间真的没发小 发生什么 真的没有 闺蜜啊 闺蜜接受不了 她可以有 她 就那种 闺蜜我接受不了 发小是什么的 发小啊 比如说经常玩的好的呀 什么这些可以接受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朋友的 不可能你只接受同性的朋友 异性的朋友 肯定是会有的 但你说闺蜜好看 就是看她们好到哪种程度 然后呢 然后就是外在 内在得接触了 但是提出明确的 就是别事 要善良 要孝顺 然后要有伤心 嗯 别度计 别猜疑 就这些要求了 就这些要求了 好 两位老师 给柳权一些建议吧 要说建议我只有一个 柳权 你整个对找女朋友 让你发现没有 你使用的全是步子 别太 别太黑 别太矮 别太胖 别嚼劲 别找事 这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给你一个建议的话 你要把不要什么 改成你想要什么 这个对你会大有帮助 否则在这条路上 你可能想多少次清 你也未必能找到自己合适的 因为排除是最简单的 我不喜欢什么 谁都能说得出来 嗯 谢谢啊 施老师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 你也去思考一下 究竟择友当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 你想要的是什么 好吗 谢谢你啊 来 休息一下 来 请坐这边 二号的嘉宾 一上台之后 一直在介意你那个发想 我说这东西 我说没有 确实就是没有 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那没必要再往下继续谈了 我觉得你坐在场上 稍微有点觉得不自在 是吗 这个椅子太高了 你在生活中会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吗 我很不挑剔 我不拘小鞋 我觉得应该是很挑剔的人 就是越说自己不挑剔的人 我觉得越是这种挑剔的人 那选择男朋友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挑剔吗 我觉得我挺挑剔的 这个挑剔是28岁还没有谈恋爱的原因吗 是的 就是我要求的是你长得爱得顺眼 你经济上爱得好 然后你也不能有什么闺蜜 什么的 那就是刚才那个柳全那个型的全都不行 他都有闺蜜了 那么亲近了 你说我能不知错 这个施老师也有闺蜜 关系可好了 但是施老师他一看就是个很靠谱的人 你说柳全看着不靠谱 我还是 他年龄大 你还是说这闺蜜看着不靠谱 是闺蜜看着不靠谱 这说话也够直的 我们俩在一起 他更像个姑娘 我是野蛮 但是你俩挺合适的 我感觉 那你俩成了吧 真的 因为有时候一起长大 他们的气质和爱心味道一样的地方 太熟了 不忍下手 下手呗 那闺蜜 那闺蜜 今天阿姨 那一定要有一点 那今天 有时候 穿个老师 请到 请到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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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谈 我为什么不谈 今天妈妈来了 爸爸没来是吗 这也是您给女儿报的名 是的 刚才女儿说她这个婚恋观 受父母的影响是很大的 从小也没给孩子多少多大的教育 基本上不交流 然后她在那个中国矿野大学毕业以后 考雅思出了国 七年也没回来 孩子这个孩子挺自信自立自强 今天我看到这个状态吧 我还是觉得这个二号 那个小男孩上来那种比较自信 比较随意 那种类型的比较适合她 那您觉得这个女儿28岁了 现在还没有谈恋爱 没有一个心理的对象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在国外吧 她一个人好像也是 没有人给她就是多出主意呗 一个人也飘着 孩子也挺孤独的 我在国外没有飘 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我前几年是在留学 后几年是在考英语 是在工作 而且我也不孤独 虽然我的父母经常不联系我 他们有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在外面不缺爱 也不缺男孩的追 只是还是没有遇到喜欢的吧 我觉得这女孩就是 属于那种特别强热 而且会强化的那个 一直 我觉得这是 对于女孩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 而我还挺看到这个 对吧 就是她 太殖命了 对 就是她要表达她的观点的话 她会很直接的 她会去欺你 我觉得可能女孩吧 可能她文化 受文化的限制 就是说可能西方的思想 是不是就这样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在国内的话 她会更多的愿意去倾听 倾听完了以后 再去表达你的思想 你的人整个的状态 比这个岁数要小的很多 小很多 小的很多 我想这个小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我就给妈妈提一个建议 就是孩子 虽然很早离开你们 出去独自闯荡 但是似乎你们 对他的教育模式 一直没有改过 就是让他自己 非常独立地表达 自己的机会太少了 所以他今天的表达 我相信给了很多人 不一样的感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一边想做回自己的本真 一边又特别去考量 你和他爸爸对他的影响 所以他就在一个 既要去心疼你们 照顾你们 又想表现自己的情况下 发生了冲突 他没有办法找到 一个自己适合的方式 所以使他呈现了 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文化冲突 带给他一个 非常典型的表现 就是他在三西 是一个我们国家 特别注重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地方 然后去了一个西方 这样一个文化 去的时候才二十岁左右 他那个年龄 正好是在特别容易 被文化冲突 影响到的一个年龄段 在那里一下生活了七年 没有回来过 所以这个文化冲突 在他身上 也有很典型的一个表现 其实本来这个孩子 我的感觉是一个 极其单纯 心情很散良 很向上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他的表达 却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导致很多人 可能会对他 不能够一下了解到 他的本真是什么样 对不了解的人会觉得 我可能不顾及 别人的感受 但是我很怕伤害别人 今天我的一个 就是派我出去 那个老师说 谢如你尽量少说话 我说那老师 我就老笑 然后点头可以吗 他说不行 然后我就说 然后编导就告诉我 要展示最真实的我 因为我上这个台子 我就是为了找到那个 爱我 了解我 欣赏我 喜欢真实我的那个人 就他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坏心眼 什么之类的 你有特长吗 我英语是我的特长 有爱好吗 爱好就是 上大学的时候 喜欢跳舞 但是我又没有舞伴 我们请施老师 配合你一下好不好 我是胖不懂的 我是胖不懂的 就是不会 因为不会跳舞 真真是不会跳舞 我们有请所有男女嘉宾进行最终选择 有请准备 我们两个女孩手中拿了非常漂亮的两个苹果 代表自己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喜好 今天有想送出苹果的对象吗 呃 妮妮 嗯 你有想送出的吗 上前一步到舞台中间 没有 没有 妮妮妈妈 这女孩要放弃了 这有时候缘分转瞬即逝 一号 二号男嘉宾 你心里有心意的就勇敢的送吧 宋先生你为什么使劲看着丈母娘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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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刚才一直看着阿姨嘛 阿姨在说话嘛 你只是尊重 对 我以为你是阴气的眼神 没有 希望阿姨说出一个什么什么 你选择放弃还是送出 我选择放弃 放弃没关系啊 来 二号 我放弃吧 你也放弃了 今天没有看到适合自己的 没有 好 那两位女孩再说一下自己的择偶要求 告诉电视机前更多的男嘉宾 来 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就是能够有上进心 然后就是能够对我好 有能带给我正能量 然后让我就是在爱情的道路上慢慢就是成长 好 谢谢 二号 我希望那个人也是有上进心 并且他欣赏我愿意让我变得更优秀 而不是让我就嫁给他就当个保姆 就是还是要互相帮助互相奋斗的那种 而且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他会不介意我偶尔去飞回去去保住我绿卡那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那个男孩他喜欢我 就是他要喜欢我的直接 他知道我的直接不是为了伤人 而且他能看出来我是善良的 男美老师 今天的感受 应该说今天场上我所接触到的这四位 年轻的朋友 是我近期录制节目中 遇到的综合素质都非常好的 甚至说最好的一拨人了 但是遗憾就在于未必在场上 我们就能擦出火花来 希望大家早日收到苹果 希望二位早日把手中的苹果送给自己喜欢的人 谢谢马老师 这个我不说感受的吧 我给说四个词 先是两个女嘉宾的 一号 妮妮 品味 为什么会说品味呢 其实在你谈完那一段情感的时候 我特别想讲点话 其实在生活当中找一个懂得品味自己的人不太容易 你去琢磨这句话 然后送给二号女嘉宾也是一个词叫自然 有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想优秀 愿意努着劲去购一些东西 但是真的如果自然了以后 女孩子会显得更加可爱 送两个男士也是两个词 这个一号男嘉宾送给的词应该叫理解 一个人赢得别人的理解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身体语言跟语言的沟通 它还不是一回事 二号小伙子 匹配 一定要懂得匹配 就是说可能你的这种个性特征和这种气场 找一个匹配你的女孩 我是否觉得也有点难度 祝愿你们四个人都把这四个词能够装到心里 装一段时间 也许你们在前进的路上 能够更好地寻找自己的幸福 谢谢季老师 也希望我们四位优秀的年轻朋友 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 祝福你们 谢谢两位老师 也谢谢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 下次节目再见 铁罐胡同在哪 Do you like your job Yes Why Oh it's very interesting 他们是见多识广的北京低歌 什么呀那都是这一真都是 你们都是养狗的吧 他们是豪爽执拗的北京大姐 你是自己现在觉得自己生活得很不快乐吗 生活是一团麻 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一碗米饭吧 一人半碗 一个鸡蛋吧 一人半个 然后我嫁给她的时候是一百二十四 我生孩子那天 要的时候我们娘俩一百零四 我妈最开始带着我离开那个家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当时也下岗了 就带着我一个人 家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 只靠着我妈的一项热血 把我从那时候养到现在 当时我还有病 其他人或者一般的人都做不到 悲喜交加的苦乐年华 八月一号二号 选择为您带来五位北京单身的 苦乐年华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结婚 所有怀疑